萱萱和康康 认真地履行着 小哨兵的职责 不让任何人进入宿舍 可是突如其来的停电 让两个宝贝吓了一个 你们先飞了 一轮打来了 我们这里全线电路打乱了 我现在一定要把这封信 交给我们的首长 等一下 推案中 更为严峻的考验来到了 你看 加急密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上面 我来教 萱哥 不行 这封信是秘密 坏人来了 坏蛋来了 坏蛋来了 是你 你不是坏蛋 我不是坏蛋 是你 我们跟你穿的一样的衣服 我是自己的 好 不行 不能让他进去 听懂赵光说的吗 无论他怎样 都不能让他进去 你不能找到首长 站在中间 不行 换来了 我来教 那我们去交给首长 你快走吧 那我走了 一定要清楚交给首长 我走了 天哥 你在外面守吗 我进去啊 这任务就要给你了 我远进去 看完 有一封信 加急密报 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 是动玩的 不是 没有 你下边写的字 他这个就是加急密报 意思就是说 有个事很急 啥事啊 他不告诉你 看着呢 我们在看着 送完加急密报就走了